我是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壽川代表臺灣區趙子同會提這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提了再提 從在NTAG2009年一路談到現在 我們沒有看到有進展 那麼最主要的背景是趙子涅在2002年因為我們加入LWTO的時候 基本上就被證明簽譎 希望能夠作為以開發國家的這個先例 有一些項目是必須是零關稅的 那麼趙子涅是配合政府的需求 在2004年就在進入LWTO之前 先施行了全面零關稅 就是所有的紙張基本上都是零關稅 在過去的協調當中 我們基本上還是落實LWTO的基本精神 LWTO的基本精神是平等開發付費的基本原則 但是今天中國的產業 在早年的時候也許他不是這麼講 但是今天的趙子涅2009年他已經是全世界一大製造這個紙的 分析的生產國 也二十三年的數字 他已經超過一億萬噸的生產 美國 美國只有七千萬噸的這個生產 他顯然的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國 同時也是最大的出口 那麼我想經濟部跟國貿局都很清楚知道 在世界各地武漢已經遭遇到非常多的 這個反傾銷的這個案例 那麼台灣也是新的幾次的這個案例 我們基本上都因為兩岸的關係的核心 最後都由趙子 同業工會 自行 撤欠 那麼我們今天再重新提這件事情 是在福報協議發生困難的當中 我們跟出版業跟印刷業都有做下來 大家一起溝通 那麼第一件事情大家感到不滿的 就是印刷業或者是書籍 紙頭 這些東西呢 紙頭是要稅 其他這些東西呢 進口印刷的東西 連書籍 進口台灣都是民稅 所以一開始就很清楚的知道 是兩岸沒有對等 更彈劾 說有利於台灣在開放的這個市場當中的 特別是這個產業的這個關鍵 所以我今天特別在這裡提出來 那麼這個是經濟部 工業主等等 多已經努力多年的一個案子 那麼很快的就要進行過貿的協議 我希望這個部門能夠把這件事情當作 我們在這次胡貿當中 跟各產業協調當中印刷去改變 他們提出來的事情 希望能夠享受 謝謝大家